从南部调来全国唯一32公尺 俗称大钢崖的高空作业车 装上了家常型破坏杆 延伸到40公尺 终于能破坏墙高36公尺的 美孚仓储外墙 希望能赶紧突破现况 忽灭闷烧7天的残火 那昨天拆完6楼 完成6楼的排炎降温 那今天要拆7楼的这个墙面板 那拆完之后 这个排炎降温就可以完成 家乐福阳梅物流中心 那么昨天进行火场清理 空污的指标 这个到达指报等级 因此教育局立刻协调 任美国中行课两天 目前桃园地区吹的是西北风 而位于家乐福火场下风处的 任美国中首当其冲 这里是任美国中 我们可以看到操场空荡荡 因为家乐福仓储大火 导致空气品质不佳 那么环保署在第一时间 就在校园安置监测站 消防也因此改为线上教学 全校师生真的在那个浓烟 以及恶臭之下 待不住 得到消防局的证实 之后不再翻脚 那个雨火 监测站的数据 也是属于普通值 所以我们明天 我们的课程会造成 进行实体的教学 我们的学生都会回到 校园里面来 桃园地区四天内发生三场大火 造成空气品质不佳 豪宝局建议附近民众 尤其敏感族群 这几天还是尽量紧闭门窗 减少外出 以免影响健康 大安新闻续城田志中桃园报道 前秋一